上次去到85页 只是粗略了就讲了个大义 我说 里面的注解是很重要 我们就要回头讲讲注解 人生实难 人生实难 受之以折 清心疾欲 腐软口别 日之忘善 谏则有辟 送目野荣 受情各色 为例之佳 为家之色 尼有先夫 贵成 若息 不以移交 是为惑力 公兄孙淫 兄弟增失 征报并通 罪大恶迹 生不若死 死有余责 呼呼上天 天威止赤 福人和淫 不爽妙忽 远则子孙 近在目折 淫则无佛 未闻其说 人生实难 人生实难 人生难得 中土难生 在六朝时期 佛教来到中国 有个说法 人生难得 天人阿修罗地獄 饿鬼畜生 刚刚在第二位 再修 上天 走沙踏错 跌在下 狐狸 要收减八年 九千年才能得到人身 先成女身 才能脱掉尾 男身 所以得身体 并不容易 这是 用了这个废家的 说法 21 人生实难 其有不获死乎 这个已经是早期的 但刚才我说 是六朝时期的一种说法 中土难生 在我们这个地方 很多的哲理 在中国 很多哲理 圣言的哲理 是有助我们修行得路 修行 除了要 自己 去修 个人的德 之外 还要听经 因为听经 对我们的 启发性 是非常之大 等于我们读书 有 启发 我们的智慧 一样 中土 是多这些 智慧 智慧 如释道 什么 人生实难 但我们拿到他的身体 之后 就要手折 有一个折制 我们 有这个七情六六 有生老命死 有饮食男女之性 故此有一个折制 要手折 否则就是浪耗 最重要的身体里面 就是有所谓三宝 道家所说的 精气神 有了他的身体之后 靠这个力量 是维系着的 就是精气神 叫做三宝 这个戏可以写成这个戏 这个戏也可以 精气神 三宝 就是靠这个戏 撑住我们的身体的生命 就等于那棵树的生长 不是树的本身 树的青绿 是有一种戏 是令到他如此 我怕踏破他 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小心他 首戏 就是那个 色欲情欲 故此最好 就是能够 清心疾欲 赴远口别 这个戏 蜜波以终尼顾兽之以截 这个截 就是那个截 那些竹的截 一间一间 一段一段 他引到下面的 一句说话 转转 引到这个 子装持药 前智有之 古书有这样的记 姓达截 这个姓是通达 通达的人 就明白这个截制 这个规矩 如何产生出来的 除了是落于承受之外 他是明白到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 这样的截 另外的 就是刺手截 好了 我听听话说 我的手我不管了 你制定出来 我就照手 但是不理会 如何产生出来的 第三种那些 下就失截 不守 撑 抗拒 所以首截都是有三个阶段 分开成三种人才 最重要就是清心疾育 在情欲上 娶妻 就有 扶软厚别 娶妻要辨性 不娶同性 尽量避免血缘相近 譬如母亲那边那些 是不可以的 血统越近 生出来的那些越蠢 有问题的 这个是优生学 虽故只是 要扶软口别 但是 如果是贪徒 这个食欲 就忘记了这个原则 亡善 过了龙 显明知故犯 有错 就有辟 这个辟就是最辟 扶软 说了 同性 不分 你不理那个血缘的 亲疏 就有问题 就有辟 送木野荣 受情 国识 这个是唯例之佳 唯家之识 在街上看到 漂亮的女孩 送木野荣 叫做木逆而送之 那是 野荣 就是 妖野之荣 迎面地来 叫做木逆 很远 走到他们身边再走 就叫做再望去 叫做木逆而送之 你把眼神投放在这些邪色上 送木野荣 你把眼神投放在这些邪色上去 那就是送木野荣 这是出语经的 首先是左转 宋华督 即是华府督 见孔虎之妻于路 孔虎家 他娶老婆 好漂亮 因为老婆太漂亮 令到他自己 死于不幸 孔虎家见到他的太太的时候 木逆而送之 是这样 吸收了他 然后走 还转过去看 叫做送木野荣 下面就是那个语经的 漫床悔道 野荣悔淫 语经的 床就坐在身 但是床都不稳定 露了出来的时候 你的银带露了出来的话 就隐人犯罪 这个叫做漫床悔道 隐人犯罪 野荣就是 自己不端庄 这叫做漫床 吸引到这些识罗 这个亦是悔淫 这个悔是 引有刺激的意思 刺激到别人 一个是引人犯罪 一个是刺激别人的作乱 这个是一样 自己本身也是有问题 送木野荣 把持不住 做不到清心济用 受情国识 这个受识是送情国识 香港小姐那些 第一美人那些 受情国识 太靓取太靓也是不好的 这个是二十六 那个是好奇识 必受之以情 太靓的那些 尼基 国识也 国识天香 太靓的 受不住 有问题的 受情国识 他说这些 都是唯例之皆 这个危例是危例 踏入这个危例的 一个原因 一个阶的阶替 以及 令到 你的家庭 肃杀衰杀的一个原因 唯家之杀 这个是识识 识 衰杀 这个是上书的 识识是说明那个著名的音识 喷鸡无神 喷鸡之神 为家之杀 鸡鸭是不会叫报仕的 一个喷鸡鸭 一遍 那朝如果鸡鸭 布实的话 时 但是那隻雞翼沒有用,由女人提上 所以這個就變成了自古以來是男性主導的一個 所以武則天上位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 女人不可以當家作主,就是這個思想 男人不長進,不爭氣才要讓他上去 所以武則天要另外做很多功夫,才要做第一個青王 但是最早歷史上那個是女窩士,那個是不一樣的 女窩士是第一個是女性皇帝 受情角色為禮之皆為禮之食 他説,取妻就要分別,小心挑選對象 尼有先夫,貴成若式,不以宜交,視為劃力 要門當戶對 古人甚至乎要對八字 合不合 明明這個是寡婦 寡婦 叫做不祥人 不是不家事,是不祥人 而你自己本身也是單家孤子 男的 貴成若式 即是西漢末代的皇帝 又短命 又小男子出生 他説單家孤子是一千零一個,已經單調下去 你還要選擇這個寡婦 不祥人 你說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 不以宜交的原因就是 視為劃力 比較吸引著你,不顧一切 不顧一切 在這裏上面,我引了一個故事 在漢城帝的時候 漢書劉芙傳 劉芙提出這個問題 何間的中西人 大家姓劉 就是劉氏的親戚 他聲為做漢大夫 在國家的軍臣關係 即使是親戚關係 他作為一個長輩 都應該提出意見 剛剛面對成帝 要娶趙哲如趙飛燕 他就上書 就說 這個是貴婿 我們自己的姓劉那些 已經是弱婿 又短命 男的男性的姿勢 又已經不多 是不蒙計字之福 你還可以娶過這樣的東西 是吧 巧卜妙挑尊 以誠宗智 信神奇之心 室天下之望 全世界的天下 百姓都看著你 希望取得好 是吧 紫宣之長 柔恐晚無 年紀大 怕細胞不好 年長 還可以結婚 生的子女才厲害 年紀大 再生的小孩 年紀大 也不高 子宣之長 柔恐晚無 現在 足情重慾 傾於悲賤之女 欲而無天下 趙飛燕 他們是第一夫人 是無疑天下 但這個人本身是不靜 現在你為了貪圖美色 不惠於天 不愧於天下 百姓莫莫大人 他很不客氣 當作一個長輩 說 父母不可以為主 卑人不可以為主 這個 屋的支柱 支撐的柱 你找那個給蟲鑄肉 一定會塌 是吧 地位低那些 不可以爬到那麼高 輸就上去 結果馬上拉 事如死 收薄阿芙 然後系庭肉 那些庇獄都不知 困在哪個地方 後來的人 坐了幾年牢 才放棄出來 都減死一等 機會貶爲孫人 所以你看 說真話的一定是弊的 他站在親戚立場 大家姓劉 說明是宗室 集在神子的立場裡 提出意見 結果是這樣 說真話 就是弊了 真的 尼有先夫 貴城 若識不已 二交 是為惑力 這個漢成帝 雙性戀 男也對 女也對 是為惑力 是為惑力 沉迷美式 見利亡意 見識亡意 公軒宣任 兄弟爭失 征報偏通 都最大 惡績 這些就是淫逸的罪行 32 公室淫 就是 陳寧宮 軍臣憑淫於夏基 左轉宣公九年 陳寧宮 陳寧宮 與孔寧義府 二行府通於夏基 軍臣憑淫於夏基 成日去人家 結果生兒子出來 都不知誰 每個人都像 後來兒子大後知道醜 結果夏征書作亂 殺陳寧宮 詩經裡面有陳鋒 講這些事情 軍臣憑淫 公兄孫淫 另一個就是 兄弟爭失 征報偏通 幾樣東西 上淫若症 兄弟爭失 一間再講一下 兄弟爭失 爭取一個老婆 叫做兄弟爭失 然後淫逸之行 兒子和媽媽 上淫若症 兄弟之間的 旁淫若痛 和親戚之間的 淫親族之妻 叫做報 然後與妻痺 交若便 這些是罪行 用一隻字去講出 他的關係 左轉看論 先講這個 兄弟爭失 剛才兄弟爭失 超公元年 鄭國 除吳范的妹妹 她有個妹妹 鄭小姐 也是 除小姐 公孫楚 聘之意 第一個 已經下了文定 接收了 別人接收了這個禮物 下了訂 那個文定 受聘 過門禮 第一個 穆宋 名楚 自指南 已立 聘業 叫做納幣 納幣 接受了 領過 公孫黑 又強偉勤賢 又去 強行讓人家修禮 自指南 其他人 可能是這些兄弟 自指式 唐兄弟 唐兄弟 重兄弟 真是唐兄弟 那個女生說 不行 已經收了 硬要有人要 硬要有人要 就有問題 爭了 犯據 因為 對方兩個都這麼大 這麼高 又是這麼兇 他夾在中間 就害怕 就告訴當時 紙產廳 當時 鄭國紙產執政 他說 這些是 上一屆政府 積下來的問題 視覺無證 就不關這個問題 但是 你有權去選擇 為所欲語 你看看 你妹妹自己喜歡誰 由她決定 犯醒於兒子 請屎女 對那兩位公孫 說 我妹妹 叫齊女兩位 讓我妹妹自己決定 那兩位都同意 皆去知 第一個 就是 公孫克 紫色 聖服入 報白已出 打扮得很英俊 然後 放下禮物 便離開 他這樣 來見那個女孩 見那個妹妹 去到家 打扮得很英俊 去到家 放下禮物便離開 下一位 子男 公孫坐立 穿著軍佬之服 容服 進去 去到家 左右射箭 左右射箭 然後跳上車 跳 超盛 跳上車 然後離開 兩個人都在那個女孩面前 表演的情況 他妹妹在房間看 看完之後 他批評 紫色 順美 就是公孫克 他是真是英俊 最好的 但是 益 益 就是轉字詞 子男 是夫也 不是 這個才是老公的對象 這個才是 心目中 你不能說 女孩子喜不喜歡 是他作主 益 子男 不過 這個才是 最好的對象 夫婦 夫婦 就所謂 信也 即 女孩子最重要 女孩子喜歡 女孩子喜歡 就叫做信 不是就不信 就不要 結果 就識子男士 嫁給子男士 這個失戀 是不是 紫色順路 既然 托鴿 去見男子 穿著軍服 去到人家 欺負人的夫妻 欲殺之而取其妻 但是 紫色相而歸 紫色相而歸 但是 紫色相而歸 但是 紫色相而歸 告訴那些 本來我好好地去見他 但是 不知道他 反面說 其實是他自己不適合 他自己 拿回彩 自己 下台 被人打傷了 他自己這樣說 顧色相而歸 這些 就是 兄弟相憎 另外 鄭公孫刻 張作聯 欲去主侯士 而代其為相責 而不果 此盞 使利 數之 這個讀數 是數其罪 就是 兄弟爭失 與罪 亦也 就是兄弟爭失 這件事出來 這就是 息辱問題 兄弟也好 反面無情說 在息辱中 犯了精報頻通 罪大即惡 生不若死 有這些罪行的人 生不如死 死之後 還有愚窄 不是一死就了之 還有惡業要報 有些是及身而主 有些 益給你的子孫 你的子孫要替你報 最慘 任人妻子報在子孫 子孫不關他的事 你即下來 子孫要替你仇 好 烏烏 上天 天威止赤 福人禍淫 不爽妙忽 天威止赤 這個天就是上帝 他頭三赤有神令力 可能我們不願意 我們看不到 他經常看算我們 他有執行賞善佛惡的能力 福人禍淫 掌佛分明 人不差妙忽 諸如此多 都分毫不爽 軟則子孫 你說什麼 人民妻女報在子孫 這叫子孫 軟則子孫 近在眼前 微絕就是眼前 及身 自己受罰 這是最好的 但如果最大惡極 清不清數 便留給子孫 淫而無罰 未聞其說 犯了淫惡之罪 不受懲罰 我未聽過 另外一章 父他貨財 怨他生死 借了人錢 他自己 沒得還 希望借錢 快點早死 便甩了一條帳 你說這是多壞 付他貨財 他不是自己自殺 是希望人家死 兩德 這個人就是差 付他貨財 怨他生死 這些就是無良心 下面他這樣說 平時貴佛 養星斗之財 是財我以財者 乃援我以死者也 畏縮大熱 故人 而欲其死 是惑也 夫人 而欲其死 是賊也 賊人者 天必反賊之 他們平時 周選不寧 沒有錢 現在是淒涼 沒有兩下錢 經常都不夠公開 到處找人量 賊錢 怎麼辦 平時貴佛 平時都不行 再加上現在這樣的環境 是否 養星斗之財 則活 排五千元 也好 養星斗之財 都可以 生活下去 所以 借錢給人 對你 是有因的 因在哪裏 等你不用走得這麼快 緩我以死 緩我以死 是死的 死慢一點 因為有多少潤下 故此 不用這麼快死 慰淑大賢 不多不少 都有少少恩惠 對你來說 他解釋你的賢秘之急 救急乎危 叫做慰淑大賢 現在你還不到錢 和別人反面 戶人 爭他 還想別人死 這是錯誤的想法 迷惑的 欠別人的錢 而希望別人死 這是害人之心 這是賊者害人 你去害人的話 天一定會反過來 害你 平時生活貴貧乏 目下無力 期盼少量金錢去支撐 都可以維生 事則向我借貸的人 其實是延緩了我步向死亡的人 因異是多大的 現在你反目 生 憎戶的心 以未嘗之故 你沒有還錢 你還了錢 大家沒有拖沒有欠 你沒有還錢 又怕要還錢 所以 希望別人生死而滅其積 清清楚楚 這樣脫了數 全然是一種迷惑的心態 欠人錢財而想人家死亡 是一種賊害傷人之心 恩將仇報 意圖害人的良心上盡 上天必然反過來傷害他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 另一種 干求不遂 變生奏恨 有人借錢 問你 拿著數 別人沒有滿足自己的要求 你反過來 去罵別人 先輩言 自家又不能自快自家 如何他人 卻能盡快不易 交婦人而 與之清態 交貴人而 蓋其干獨 行人之所賤也 安能望其必遂 欲不足而 奮秀 為之小人 不易而復 那些似相輩曾經跟我說過 你自己都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 自家 又不能自快自家 甚麼都要自家 但最重要是 你自己才能滿足自己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滿足自己 怎樣能夠令到別人 希望別人可以幫到你 要教自己 一切 你自己都不能滿足自己 別人一樣要有自己的站 他都要滿足自己 又要滿足自己的家人 他還要另外幫助你 就是 增加了別人的負擔 幫到的人情 幫不到 是道理的 怎能夠盡快不易 但有些人不是 為何要去拍馬屁 要跟那些闊人去打交道 目的就是 向他清貸 借錢 清貸 清貸就是 舉債 借錢 清貸 另外 交婦人而蓋其干獨 干獨是寫介紹信 貴人的貴是有地位的 富是有錢 貴是有地位的 會他做甚麼呢 寫推薦書 介紹信 是吧 這是看不起的 但你未必別人 真是忘期必須 即是 新手或送到 未必一定符合到這個要求 介紹人的那個 你不可以 他沒有本事 都說他有本事 但那個就是介紹人負責 承擔那個站 就是介紹人負責 安能忘期必須 那個都不是猛 他要負擔站 這封信是你寫出來 你簽名 你說他可以的 但到時你不可以 他就問你 尤其是借錢 就擔保人 放貴你 那些你就 你就想浪費 怎能夠忘期必須 好 人家幫不到你的時候 就是粉授 這個粉授去揍人家 這些就是小人 說他是小人 不亦而乎 這裏我就要看那個 四十四 四十四 我是引起了那個 劉孝彪的廣絕交論 即是 他將人性裏面 交友的問題 寫得很足 有十幾種的交友情態 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一個就是廣絕交論之外 還有那個辯命論 兩篇奇聞 唐太宗 是欣賞兩個人 一個就是 劉阿彪的文章 另一個就是王羲之的字 是他 是他 講著交論 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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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村幕 他就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現場 て相當 puzzle 一篇文章 那些权贵人家 权压梁企 梁斗 一会儿会提到梁斗 这个汉潮的时候 权力都高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只手遮天 比梁企斗更厉害 由他 雕刻百公 奴痴万物 即是你是 是什么人 是靠他 由他去可以雕刻你出来 即是将你变化 另一种人雕刻 像他做那些公仔 他可以做得漂亮就漂亮 做得不漂亮就不漂亮 奴痴万物的那些打铁佬 打那些剑 磨剑 他有权 由一个普通人 由他吹嘘下 你都可以变成漂亮的 所以经他 一唱 吐秀轻云雨 呼吸下伤路 由他把口 可以翻云覆雨 可以下降伤路 说好你的时候 就降雨 唱衰你 就好像落雪落伤 所以 九域 爽旗封尘 四海都叠旗分掌 在他控制权力 九域尊内 可以翻起封尘 可以消起 流言飞雨 任他 变成黑 变成白 都可以 所以 尾不望其 升奔 直向村墓 每个都民声 向他 好像星秀奔 向他 巴结 拿着素 直向村墓 星奔村墓 望见 他的声音 好像那些水 涌向他 鸡人此唱 鸽蓋成音 高门 弹开 流水接疹 一既提 那些人 已经 那些车的浪散 涌去那些地方 据如流水马园门 那些浪散 好像那些遮阴 那样 那些车 去到停车场 盖住了 一打好门 那些车 就像流水一格一格一格 湧入 那些人 戒园磨顶 致董 灰胆 臭腸 为他而犧牲 墨子 磨顶放董 尼天下而为之 由头指脚 都可以为你犧牲 因为你有财有势 那些人探屁就走来 原来卖命 就为你卖命 磨顶放董 可以为你灰胆抽腸 在身体里面 器官移植 不要说他不会罚他 器官移植 要什么我都给你了 这样 为他而犧牲 若同邀尼 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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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焰尹七族 不止个人犧牲 邀尼 可以 连老婆都不要 一起 为他犧牲 焰尼 慰尼 刺秦王 死了七族 京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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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种 其流一二 原来 然后 富裂淘白 知具 情罗 山善同龄 金床 家床金圆 出平原而乱企 居里汉 而名宗 则有穷汉之斌 誠书之士 其消足之抹光 腰潤足之微窄 如冠扶弱 集蝶沦 分 眼慕之度量 占 欲甲之余力 咸欣如尽款成 缓青松以士心 指白水而声信 是为溃交其流而也 補充财交方面 世交财交 有钱 富裂淘白 就是 好似 范礼 淘珠公 和白龜 这些 情正 罗铺 这么有钱 这些钱 这些钱 成个铜山 仰山 家藏金月 成个铜山 任你拿 仰山取铜 柱海为严 表示身家圆圆不绝 仰山取铜 成个铜山 那些铜要来铸钱 给铜山 小时代代都吃不完 家藏金月 家藏金月 家里的金矿 任你挖 现在不止是石油 稀土 国家政势 没有私人 全是国家 一出街 成队车队 出平原而联系 成队车队 不是一个人 很聪明 奥斯 路斯莱斯一家 成队跟着他 居行李 而明宗 在家吃饭 开饭 几百围桌 不用逐个通知 要打钟 开饭 才通知 居行李行 而明宗 有穷行之奔 承书之事 那些穷人 穷行之奔 承书之 穷行之奔 承书之事 穷到 那些门教都没有 穷行之奔 穷行之奔 承书之士 那你用不需要去穷钱 靠他 去到做什么呢 其燒粥之抹光 腰润粥之微窄 有钱人家的粥 还没点完 不要浪费 就给了我 那些 好处 剩下的食剩 都回家 叫做微窄 腰润 腰润之微窄 他们好像鱼冠扶药 撒蝶伦 风吹 好像那些鱼 好像那些鱼 拍着 好像那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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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起一群 找来 目的就是 分顏暮之度糧,尖獄甲之餘暱 那些餵雀,餵顏,有錢人家餵雀 那些貓糧都很聰明 希望拿多少那些回去 那些酒杯飲剩的,不要浪費,倒進去 那些可能是威士忌那些,十幾那些 不要浪費,倒進去 拿多少 為你咸欣欲,盡款乘 緩青蟲以時心,指白水而精順 為了感激你,咸欣欲 要表達自己,向你那個款乘的時候 指著青蟲,好像內心的忠誠 指著白水表示那個信任 我為你效忠,好像青蟲一樣 而聯繫不絕 這些就叫做潰交 就是因為錢而聚合一齊 這是第二種的東西 就是,我舉了世和財 補充這裏 看這裏 分壽,奏仁自奏,往往有之 即是,沒辦法滿足到這裏 就是,試其獨心獨口 往生奏行,奏仁自奏,往往有之 就是,分壽 好,這些就是小人 他說,如果我叫他做小人 都是沒有錯的 一旦乾求不遂,有個圈子 我還補了一件 就是齊煥公的事 齊煥公當時有樹雕,有易牙 就是火頭 是火頭 齊煥公最喜歡吃宵夜 有一晚吃的肉 不知好吃 他問他,是甚麼? 他說,是我的兒子 寶寶仔肉 湯給他做 他這麼大的投資在你身上 他是不是要拿回更多東西 沒有白給你的 他身前給了這麼多東西 子宮 他在你身上不拿回更多 管仲病的時候 臨走 大病的,不是普通病 他就問他,誰可以接你的位置 群臣誰可相者 管仲客氣 知臣莫如關,你清楚過我 他就問,易牙怎樣 你這個火頭想做相 易牙怎樣 對外,殺子以色君 非人情不可 他沒有理會你 是不是殺子 他覺得你滿足到我的要求 印象就是最好的 第一個考慮就是易牙 管仲說,兒子也殺 這個不是人情 不可以的 公子開芳說 背親色君 非人情難禁 這個是背棄自己的父母 來親近你 這些是不合人情的 這些是不要接隔 剛才那個子宮 子宮以色君,非人情難禁 都是這樣的 後來,援公出之後 你會怎樣 他就幫那些兄弟 這幾個人 幫他的兒子一起去 爭天下,互相殺戮 就把這個 那個援公 軟禁起來 都不知道撞在哪裡 後來,到那件事平息之後 才發現他原來 是困在那些蜂蜜石室裡面 死了60天 那些屍蜂在那裡 才知道他身體在哪裡 就是這些 他幫那些兒子搶天下 這個軟禁 沒有理會他那麼多 援公是春秋五霸裡面 第一個清霸的人 就是結果 這樣的收場 這些就是其中一個 他本身是犯了色獄之罪 而是犯了這些 不適人的罪 這是小人的心態 好啦